今天想和大家浪读一篇篇章 这篇篇章中六是最后礼物 中四也会收到这篇 想读给大家听 一个很特别的篇章 这个篇章的名字叫李小咸的童仔先 我想读给大家听 因为这篇文章我会继续讲解 但文笔写得很好 非常感动 来吧 开始了 第一段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个版本是这样 那年夏天母亲穿着一身随处可见 最朴素的那种棉质 宽松 印腐装 大幅便便 换换而报道 正在装环一半的家屋现场 据他所说 那是监控 六月盛夏玉鼠 我那极度怕热的母亲 竟甘愿挥汗如雨 祸在目视随电锯的声 四散飞扬的施工现场 见正客厅甲板一一按照 设计南途 生成现在的模样 哦 有梅美的木台 当时仍亮丽如洗 目共师傅手势利落 明快地抛光 沉沉默 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他说他妈妈的时候 穿着个大套装 去到他新居装修现场 期待未来的生活 很感动 很好看的第一段 接着第二段来 新居入措时 阳光穿透 玻璃窗的红纸 沙落一片艳红 我还未来得及习惯房间 那股新漆的气味 我妹就突然来了 甚至等不及我爸 从外地工作崗位赶回 母亲撑着风雨的身躯 暂定在港台强引腹肚 翻搅间揭疼痛 等那个迟来的下课中性 妹妹出生 妈妈也是做老师 有去有分欠 总之她被一干客坏的老师 持续涌着手忙却乱给送到医院 推进手术房 当晚命运随着我妹聚落人间 她没有哭声 客怀我们 无言以对是影响命运的挫耻 生命的开头是无言以对 究竟是什么生命 她说她妹妹有病 病很特别 一切惊魂华士来自医院 夹着保温箱和玻璃的透明玻璃 黑黑一团小粉玉球会不会雨冻着 那是我妹 医生说她早产胎毛还未落尽 破雷完后 原来南光可以去除黄炭医疗 义气重新排阻我对色彩 对比关系的认知 光照下千无色窄 从黑里透出玉色的眉光 一张蓝脸 让人仿佛想起传说类的金丝缘 又与人类的灵长类更多的其实事未知 鄙视我们还不晓得 日后每月如为她割除 不断生长的体毛 竟是一场日常的轮回 妹妹有病 这个病带我有兴趣搜寻一下 很惨 她说日常轮回 自从妹妹出世 我才知道每个人的时间 族有时差 有些人 看似过着与常一样的生活 其实早被遗忘在未曾前进的时间里 脏活化石 仍如常呼吸 说白了 不过是陪伙在十岁前后的状态 周而复始 过着节奏如常的日子 仿佛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 肉身有些细胞依然成长 老去 她的身体时间没有间断往前 心理时终却从来没有跟得上节拍 旁是问她的心智年龄 三岁?五岁? 或者十岁有得吧? 提问者从来没有意识到 问题本身有多荒唐 我们的肉身岁数或树木的年轮 何曾探知灵魂的感知? 但在细族的医疗制度 循环次的检测制 如此安放我们的认知 治疗师抽起一张卡牌 好像同盟教学的考试 询问她关于数字 颜色 还有其他看次简单 但我们未必确定 是否只能这样回答的问题 医院的诊断书 不过是粗糙的解读本 我总抗拒接受她宣判妹妹的状态 无论是重度 还是轻度 生活的障碍 怎会有等差 总是这样 这段特别好看 因为节奏很快 毛泪三流浪在一家 又一家在罕见疾病科医院 清晨六点排队挂号 抽血物理治疗 早疗检验 好奇惊吓 尖叫 憤怒哭入 所有历情和情绪一次也没留掉 但母亲是这么坚硬的女人 硬气一肩担起所有 答案等得太久 好像都变得无所谓 我依然没有收到台犹大 或者骂架任何一通 关于宋检国外化验的结果 我妹的己观血液究竟流落在何方 依然变成一大火时空胶浪 超无声息流入沉入大海 最先发声的医院最后对我们无声以待 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二段 是无言以对 这里是无声以待 很漂亮的呼应 第七段 因为路中遇数的缺席 他说不到太多话 又或者还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接不住一些失聚的声符 只能够在憤怒的情绪 发肆里面感觉到一种失语的沮丧 下垂的眉眼可能掩藏更多秘密 但这个秩序如指紧罗密鼓的世界失语 会否反而是人生更好的状态 有时我仍然会想 为什么会这样 人生的苦难从来没有原因 得如其来 哪里出错 我们的人生是不够勤力早起床 跑了所有医院排定 早已排定一个月之后的 罕见疾病门疹 还是上辈子我做错了什么事 可能是我过早体会无解的徒劳 突然觉得不知道确诊的病名 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坦然接受某天 你就是必然要跟他连上血缘之线 日子会继续流淌过去 各位听着 这是他的妹妹有病 但他的病解决不了不知道病因 但终究是怀胎十月 我轻易越过的那些 却紧紧牵伴着娘 辞大输送的情感 还比手足看记得多 幻说跨不过这一道难 将胎膜沉沉 将我一度到几世姻缘的罗网 望着母亲从现实掉落的心 我想起风神里的哪吒 出生时一团育胎 上貌丑陋 父亲嫌弃做土债鬼 父亲总在接受这件事上 比家族的女人更迟缓 母亲就在土地公廟里 拿回一本本的线书 做曼碎碎刀刀 关于那些不在此世 就在来生的冤亲债主的追讨如常话 仿佛遥远的神话 妈妈很想知道做错什么上世 为何生了个女孩会这样 那个揭而不捨 双脚勤于奔走妙语间的母亲 在念经参拜和尿语放生的仪式里 屡次指现她生命绝佳的韧性 我几乎要忘记在这个虔诚而原始的迷宫 她曾经是国中的老师 我一度以为啟蒙知识和宗教迷信 是一条分开两头的路 然则生命不然 胡搅盲前才是人生实景 文明理性填不起某种 无以命状的无助纳隙 命运的深处需要有光 才能够有希望 我们终究都是犯胎欲骨 无能完整 我后来无聊地发现 无论哪个宗教都暗示着 人为大罪之身 人生有缺陷是无法抹去的罪显 或者我只是被人做了一些 体验到生命的残缺 和她的不可逆瞬间 在我捉六岁上小学的时候 变成一个特殊儿童的姐姐 改变我一生的关键 仿佛一切如常 但是人都知道 一切都非常 在那个艳然如新的大厦 和具那天之后 妈妈开始述说各种自救的故事 有个版本是这样 那年夏天 我妈穿着一身可以想像最朴素的 棉质的孕妇装 大幅便便走到 装横到一半的家屋现场 据她所说 穆公师傅当时说 不如整个冷气架 她读定 一定在这个关口走错了 爱婆事后 勒声扎问 大兴肚目大兔伯 怎能够在现场 铁质一般的禁忌 妇人怀孕家里千万不能打钉 下坏床帽 惊妖胎神 便会生下妻嬴的小朋友 我对这种说法不知可否 如果是这样 生物学还要上什么遗传学 而这么多年之后 我都开始对人类用话语建构的生物学 感到怀疑 到底一切是谁说了算 意外可能是石头里崩封出来 不料这个无常 也就如常释怀 吾空 原来是这样的 我无所用心地听着 母亲熟说说 那一个关于母性的禁忌 我甚至不晓得 父母是何时才真正接受 阿妹这一个是 是K型的宝宝的事实 可能是渡过了那一晚 这里我看得起鸡皮 抱着妹妹 隔着衣柜 听着隔壁房 振扎着谁才跳下去的 撕瓦喊声之夜 窗框被绑一声关上了 仿佛一切无事安静下来 黎明之后 秩序又回到日常 她抱着妹妹 爸爸和妈妈 喊吵架 哪个要先自杀 没有答案的人生 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要面对的难题更在自身之爱 最后几段 你知道为何哪吒要大闹龙公 她是否天生就喜欢搞事的坏小孩 读完封神以义我才知道 其实她只是个小朋友 她天热便喜欢下水去洗澡 她没有想过搞到一池龙公的水 那么骚髒和混乱 后面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打斗 是她防身智慧开始 但社会说她是叛逆 她是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孩子 什么法律可以安放所有人 我记得那时候 妹妹的手还很少少软软 我牵她社区浹滑梯 我还很清晰记得那些同言同语 如何攻击她非常人的外貌 一个微青的木兽女孩 走着眉望去 一脸嫌弃 和身边的同伴说 很多毛 好像猴子一样的怪胎 和人穿裙 妹妹当然是听不明白 她只是想有人陪她一起玩 我来不及阻止她 二次想踏进那种赤裸的恶意 一个转身 她被旁边的小孩一把 用力推下去 我很生气 要跟小孩理论 她的家长还怯着我 说我们是坏小孩 一路碎念 一路拉走她的小孩 说不要再靠我们 小孩的世界 有律法吗 如果规则都是大人定的 当大人走歪的时候 这个会是一个点的世界 这个是一个点的世界 人情冷暖 还是小学生 我已经知道 一清二楚 小孩最天真大人 身上的善恶如实地投影出人性 社会就是这样的世界 侯比人可爱得太多 成为人类可其扭曲 第十四段 我觉得是整篇文章的精彩 为例 各位同学 这篇文章如果没有第十四段 她不可以拿奖 十岁以前晚 妹妹将我拉近人性的边缘 即是人性的黑暗 甚麽上身对他人 亦对自身出奇不宜 某年暑假夜溪换水 我坐在巨石上 看着水底扭曲而苍白的竹 看着妹妹的红色小裙 浮在水面展开 像河花 夜溪之所以也是 因为岩石之下暗流潜伏 越放松越危险 天热水凉妹妹小脸粉白 因为快乐染上红云 灰泡泡的腹毛之下 吐息收场的相对扰乱了底台 驚动愚群 是否龙公有神令你尋守 没人记得是哪个松的手 一阵强劲的水流拉走妹妹 从河流的中段 好像一伙玉球 撲通一声滚到下游 原方存来慢慢的惊呼和求救 我已分辨不到自己来不及反应的心 是莫言还是暗暗轻恨了一刻 才猛然惊醒 随着大人跑到下游 见我可怜的妹妹 这段是想说 她也有念头觉得妹妹死了就算了 可能也是一种解脱 篇文的结局是她妹妹冒死 往后五夜梦回 我曾累累逼同盟的黑暗时刻 想出会不会有一瞬间 我感觉到某种姊妹之间心灵的感应 终将即要迫近 那个令人想哭的自由 世人眼泪蒙昧的肉身 怎能够困住一个情正的灵魂 假如当时那片裙真的成为水中的红莲 会不会用一种形体的消失 作为骨肉的伤环 从而倒化了我们 第十六段是一个很漂亮的声话 萌门武士 她那天穿了一条裙 好像红莲一样 是河花 她说 因为观世音菩萨很多 都是坐着莲花台 妹妹那套一身的红群没死去 但那个河花变成是她们妈妈 和外婆日夜供养的执念 执念是什么执念呢 就是女儿究竟是什么 我们做错了什么前世今生有这个病 这篇文章是相当好看的 所以送给中六的同学做最后礼物 是做reading 也是中四五有 是一个很好的reading 练习 而一篇好看的阅读理解 其实是很有深度 也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不同的报道 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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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